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张亚婷 被誉为难得一见的天才音乐家 乌克兰小提琴家瓦列里·索科洛夫 5岁开始学情 18岁获邀拍摄纪录片 隔年就拿下艾内斯科国际小提琴大赛首奖 最近他受我国国家交响乐团NSO的邀请 首次来台献议演奏充满俄罗斯风情的曲目 NSO音乐总监胜赞他不只有好技巧 更懂得用音符写故事 简直就是小提琴诗人 被誉为神童的乌克兰提琴家瓦列里·索科洛夫 演出饶富情感 国家交响乐团新春第一响 邀请索科洛夫来他合作 包括柴可夫斯基的罗密欧与朱利叶等经典名曲 备受观众期待 首次来台演出的索科洛夫 五岁开始学情 十八岁受邀拍摄纪录片 天生的提琴家 隔年就拿下爱内斯科小提琴 国际大赛首奖 被誉为是难得一见的天才 这回他首度榜台只短短停留三天 集中精神专注演出 我没有太多时间去做其他事 但我希望在城市的想法 当然要知道事情如何看待 至少要走过来 这是我做的 另外国家交响乐团也邀请剧场导演蔡伯璋 演绎奥地利作曲家马勒的第六交响曲 那首度以朗读的方式搭配交响乐 全是这首名为悲剧的交响曲 不仅要安拍还要练习德国腔调的音语 其实所有的腔调都带有一点点刻板印象成分在里面 所以他其实我自己觉得有点吊诡 很有趣也很危险 因为你过头了 人家其实人家就会有点冒犯的 其实所以我觉得这个要自己拿捏得很好 就像他们说what这件事情 他们会说what 对可是你如果一天到晚在德国人平均讲说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这样他们会觉得说干嘛 我们讲话哪有这样子 蔡柏璋现任台南人剧团艺术总监 舞台资历丰富屡获艺术奖肯定 但这回跨界与交响乐团合作可是头一回 演出前卖个关子要让观众更加期待 中央下记者张志燕 张雅婷台北报道 小朋友躲在桌子下面感受强症威力 南台湾强症震出防災意识 台北市长柯文哲参观防災科学教育馆 体验防災救災系统 也宣导台北市的防災手机APP 呼吁台北市民下载救災资讯 我现在手机面就有一个防災APP 这第一步 那第二步就是我们要希望说防災手册 可以整本当落的 当落的话我就其实对台北市政府来讲 我就不用去印几百万本就发到每家每户 福利市民都把它存到手机里面 刚刚看你好像研究很久 老实讲我还不是新兴人类 我要像我儿女在玩那个手机 速度比我快太多了 所以对老人家来说是不是 其实还是要有一点 另外其他的问题 不 但是我们要让所有的市民 都能够使用现代的武器 柯文哲先前赴日参观 发现日本防災观念从小做起 回台湾以后要求教育局 消防局以及卫生局 整合天灾人祸资讯 并且纳入国小到高中课纲 另外台北市社子岛开发案 日前iVoting投票结果出炉 生态社子岛的方案胜出 但整体投票率只有35% 被外界质疑不具代表性 以及黑箱作业 那有什么黑箱作业 这个都iVoting就是公开作品 这个而且我们用生日跟字号来 来做登录的 这也没有什么 没有啦 现在这个时代 那有什么黑箱 黑箱困难了 黑箱一下就被踢爆了 但三成的名字可以代表设置倒入 三成的投票 差不多啦 其实我啊 其实里长投票大概就是这种 差不多这种票数 此外媒体也关切 总统当选人蔡英文日前说 电价十年之内不会大涨 柯文哲表示电价随石油价格波动 这个支票恐怕开得太快 中央设计者张志燕 张雅婷 台北报道 台北国际自行车展二号起登场 为了鼓励业者创新精进 主办单位外贸协会 特别委托德国IF国际设计论坛 执行办理台北国际自行车展创新设计奖 拥有来自19国187件作品报名 共有47件获奖肯定 其中五件因为设计和功能突出 被评为金纸奖 另外有一件为创新企业金纸奖得主 期盼借此推升自行车产业水平 今年有187件的产品来报名 那这个件数国外的件数 比去年成长40% 所以说这个奖不是说 为我们台湾厂商所设计的奖 这个产品不是概念性的产品 也是商品化的产品 都是可以在市场上销售的商品化 所以这个对于产业的 促进市场的商机是很有直接的帮助 创设奖执行单位指出 这一次的获奖作品 共凸显了五项发展优势 除了落实环保材质应用 功能操作极简化 产品潮轻量耐用发展之位 强调其成的安全性 以及提升电动自行车的动力表现等 也是获得评审青睐的重要亮点 小孩子的学户车 它可以调整各个不同的轴距 不同的高度 不同的角度 可以让两到五岁的小朋友 能够非常方便来学习 过去的手工区的话 就是它不管是材质 跟它的制程上面都比较工程一点 但是这个手工区除了考虑 人体工学之外 那它也运用比较非常精细的一些材质 那非常重视每一个detail 那它整个设计上面非常的整体化 不只强调造型 动力和便利性 自行车的零件细节和结构稳定度 也是评审挑选的观察重点 别小看这获奖的叠煞轮组 光是搭配可调式的碳纤维服条 强化单车的轻巧优势 设计就值得激赏 中央社记者洪黄军台北报导 中央社记者 中央社记者 亚加达 为新闻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 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 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 掌握全球脉动 美国总统大选 民主党和共和党两党初选 一号在十多个州同时展开 决战超级星期二 民主党参选人 前国务卿希腊蕾克林顿 出估至少拿下包括维吉尼亚州 等五个州 气势渐旺 希拉瑞在超级星期二前一晚 前进维吉尼亚州 在州长背书站台下 积极造势拉票 维吉尼亚州在初选的角色关键 居民不用事先登记 只要凭有效证件到投票所 通过查验后 告知选务人员 想要参与哪一个党的初选 就可以投票 投票形势和大选极为相似 因此不止两党高度重视 居民也踊跃参与 希拉瑞赢得维吉尼亚这个摇摆州的初选 有如打了强心针 党内同志参议员桑德斯 则拿下家乡逢蒙特州 两人继续缠斗拉锯 至于共和党 问鼎2016大选中家争名 房地产大亨川普一路独走 已经让八个党内同志 在超级星期二之前 宣布退选 目前结果也是川普领先 两党在美国各州的初选 直到六月中才会全部跑完 两党预定七月召开党代表大会 正式提名总统候选人 这一期的郑重申 华盛顿报道 日本铁道迷大集合 特地为九中雄本的 绿青蛙电车退役 前来送行 绿青蛙电车历史悠久 1950年代由东极电铁制造 型号5000 由于气沉绿色 铁道迷昵称为绿青蛙 随着东极电铁 在1980年代太旧唤新 绿青蛙电车转迈到地方铁路运行 最后一辆绿青蛙电车 隶属雄本电器铁道公司 多年来行驶为上雄本 和北雄本之间 由于太过老旧 彼此退役 末班车近站的这一刻 现场约有300人来送行 驾驶收下站务人员的现花置意 随即离站开往车库 铁道迷也把握机会 说声辛苦了 谢谢 向绿青蛙电车最后道别 中央社综合报道 纽西兰因为殖民色彩浓厚 国旗又常被误认成澳洲国旗 许多人认为不能反映 纽西兰的独立精神 纽西兰政府去年发起了 票选新国旗图样的活动 建筑师洛克伍德的设计 赢得最多票数胜出 接下来3到24号的公投 纽西兰国民将在新旧图样之间做抉择 最终会不会更换新国旗 请持续锁定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世新闻资讯台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